第二天中午,张坤正在外面忙着演出 海云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喂,张坤,你在哪儿呢?我已经在市里了 张坤问,你去市里干嘛呀? 海云坚定地说 张坤,我现在就跟你走 以后咱俩找个地方过日子吧 张坤这才反应过来 这傻姑娘是把自己的玩笑话当真了 当时张坤是既觉得好笑,又觉得感动 毕竟海云宁可不顾家人的反对 也要跟自己在一起 可以看出来,他对自己的真心 不过话说回来 这身高一米七的从海云 究竟看上了张坤啥呢? 宁可不顾一切地跟他私奔 接下来,就听听他怎么说 三位老师好 你好,你好 这真是你爱人吗? 是的 能歌善舞,如花似玉 是的 我还想问一下,这个什么东西? 这是黄金蟒 蟒蛇 对 活的吧 活的,你过来看一下 过来抱抱他吗 我在想女生不害怕吗 对 你这娶了一个比你高半米的美女 还陪嫁了一条蛇是吗 你这条蛇是买来吓张坤的吗 不是,因为我看到他在舞台上比较辛苦 所以我想带这一段小节目 可以让我老公在舞台旁边休息一会儿 他咬人吗? 不咬人 非常温顺的 你被咬过吗? 当时被咬过 你看,还是咬人吗 刚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接触过人 他现在通人性了 天天睡觉的时候也在我屋里面 现在也为他吃东西 给他三天一次洗个澡 彩虹 一监 拿来 難充